身穿黑色歪套的男子找不到停車位 居然把歪腦筋動到旁邊的機車 一陣左拉右推成功喬出一個位置 其實硬是往前擠 也不管原本停在車格的機車吃到轎車車位 害車主無辜挨罰 超不服氣 為什麼我好好停在停車格內 我被開單了 然後我要去繳罰單 22號上午10點多 曹小姐把機車停在台北送得路 卻被對方擅自移車 害他受到一張停車車種不依規定的罰單 恐怕挨罰600元 氣炸提出申訴 網友對這樣的行為同樣拒絕買單 幾乎還真的有這種人 記得拍照以免移車受罰 如果把別人的車移到違規的地點停放的話 你可以提出強制罪的提告 畢竟別人有錯在先 別讓自己成了冤大頭 記者黃天耀魯欣 蔡方報導 現在用最低版本的機車下去 跟他做強控轉資料 同學行業者不斷解釋 舊平板資料 硬是轉移到新平板資料會不見 這都是因為一名富人來店裡買新平板 但資料轉移不成功 竟然報警找警察 業者也提供其他轉移方法 但富人完全無法接受 富人不滿的是當初買平板錢就明確表示 資料要能轉移才願意購買 但終究還是無法 通訊行業者願意退回訂金五百元 而開封的五千元平板任賠送給朋友 但富人還是很生氣 堅持提告詐欺 警方依規定受理案件 但也呼籲民眾遇到消費糾紛 可以向消保官申訴好好溝通 想告就告自己還得跑法院花大把時間 以浪費司法資源 記得紅婦人王書宏高什麼島 一人林志穎發生次狀意外 如今關鍵救援畫面曝光 三名男子合力將林志穎抬到路邊 這時小兒子也早已獲救 父子倆死裡逃生 都要歸功於一幫健毅勇為的民眾 第一時間一夥人合力將林志穎拉出車外 沒多久車體就瞬間爆燃 甚至發出噼啪聲響觸目驚心 而這起自撞車禍也引起外界 對於電動車的高度關注 是不是開啟了自駕系統 因為操作失誤釀成意外 由特斯拉車主重回車禍現場進行實測 自動駕駛囉 看到兩條線自動駕駛 前面就是橋墩了 你看 你看這個車子安安全全的 通過這個橋墩就上橋了 以相同路徑開啟自駕模式 結果行駛狀況一切正常 不過他也不敢任意斷定 認為應該還是林志穎會比較清楚 另一個外界好奇的是 救援民眾表示 當時一度不曉得如何開車門 是小孩從內部開啟才得以順利救人 這車門究竟怎麼打開 現在的歐洲車跟美國車的規範 就是車輛在撞擊的瞬間 空氣氣囊爆裂的瞬間 他是同一個迴路會把車門解鎖 專家解答特斯拉具有隱藏式門把 會與安全氣囊連動 一旦車禍發生就會彈開 雖然電動車科技看似進步 但本身搭載的離電池 卻也是釀成嚴重火燒車的元凶 甚至一度在拖吊車上死灰復燃 專家抨擊處理程序出現巨大瑕疵 在還沒有保證電池不會自燃的狀況下 電動車不應該把它吊上拖板車 國外影片顯示 破壞離電池外殼後瞬間爆炸 噴出火光 特斯拉搭嘴的離電池容量 大約是影片中的三萬多倍 就怕當時電池沒有燃燒殆盡 移動時撐了一顆不定石炸彈 專家呼籲處理電動車事故 還是應該建立安全的SOP 知了林鄭健有陶 台北採訪報導 騎士在加油站加完了油 卻遲遲沒有離去 下一秒島上的壯碩員工 一個箭步衝向騎士 釋出右勾拳 朝頭上猛力狂奏下去 你在打一下嗎 對 同事發現不對 衝上前把人拉開 但無故被加油站員工殴打 騎士民眾全心有餘悉 他說他不付錢 有位阿姨照的時候 就撞下去了 少年人會急 也是不可以打人 原來21號晚間65歲 陳姓騎士到中和中山路 二段這間加油站加油 在開始加油之前 他就向22歲流行員工表示 不要把汽油滴落到油箱外 沒想到對方最後 還是把油噴撿出來 其實氣得表示 灑出的油資不會付錢 對方竟妙暴怒 失控偶人 自本所報案提告 收集相關事證 並通知雙方當事人製作筆錄 這邊可以不要殺嗎 員工暴走毆打顧客 加油站低調不願多做回應 但無論如何動手就是不對 年紀輕輕的加油站員工 吃上傷害遭到法辦 這也有林鴻玉蘭新聞是報道 中午時間資源回收場冒出大火 濃濃黑眼往天空窜 好幾公里外都能清楚看到 由於資源回收場 對方大量壓扁寶特瓶 火是一發不可收拾 塑膠燃燒後也散發出噁心臭味 就算戴口罩都擋不住 火情地點在高雄鳥松區美山路 11點半左右 小訪隊貨包迅速抵達 出動二十四車五十二人前往灌救 九十分鐘內把火勢控制住 他們在清潔還是在清潔 一個手都倒了 很害怕 很多人來了 大家都在打電話 我們頭也在打電話 雖然火勢先暫時撲滅 但由於資源回收場全面燃燒 面積高達五百平方公尺 消防局找來怪手開挖 避免再燒起來 但附近民眾很無奈 資源回收場常常發生火災 之前火不大還能自行撲滅 但這回鬧大了 不排除可能是大暑天氣熱 造成資源回收場大火 但也懷疑可能是輸送帶鐵屑 摩擦後造成火花所引起 而詳細起火原因 還要進一步調查 好險的是 沒有人受困受傷 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松沛城 王書宏 高雄 報導